我一直问我说到底要不要选 那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政治跟我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其实从我家这个我弟弟的事件一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一路上很多人给我们支持 那也就是伸出援手 那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直在就是努力的想要去得到 就是我们就是认定的公平正义 那这一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是就是朝这方向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 那我也希望说就是我们不要遇到事情 我们真的不要任命 也不要就是又一开始我们就放弃 就是有任何的可能的时候 我们都要就是尽力一去一搏 那我们今天希望改变的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么希望的时候 我们年轻人应该要站出来 那为这一条路就是继续奋斗 那就是不要还没有战斗之前就选择放弃 虽然说放弃政治在这个专业里面 那可能过去也没有接触过很多政治的意义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要往这一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都有很多的心里面的声音 那他就会跟我讲说怎么办 我现在我老婆有一些压力 然后他回去妈妈就是一直 就是有一点就是折耐或什么的 跟别的早餐店老板一样 对 对 然后我就跟Freddy讲说 对 我妈也好像不是很愿意 然后就是我自己也很害怕 我就觉得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重任 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在互相的一个拉扯 然后我们就会讲说好吧 那我们两个就就先跟他们两个说再见 我们两个就先走一步这样 联合写一个还没有参选就先写个退选的声明好了 然后全力支持他们二位这样